今天你当花痴了吗 今天是花痴们的节日 不过他们痴迷的可不是帅哥美女 也不是明星大咖 而是一朵朵争气豆艳的花 农历2月15是百花生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招节 据点击记载 花招节和中秋节并称月息花招 是福建人不会错过的传统佳节 你说这花招节凭什么在福建这么火呢 就凭福建人懂浪漫 花招节这天抽花签计划神吃花糕 那是缺一不可的 文人默客烹茶豆湿性质盎然 小姑娘们行花令 计材质迷情养眼 老人小孩种花挑菜那是其乐融融 活动突出的就是一个丰富 纵使每到农历二月 这福州的周西园就用紧促的花团 广迎四方游客 那这项民俗也被称为开周园 直到今天福州人依然会在 花招节的这一天游览大小公园 像什么西湖公园 烟台山公园森林公园 只要有花热的地方 那就有花痴们的身影 这花招节传统习俗被列为 福建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福建人用大大小小的活动 把花招节和福文化 紧紧地串联在一起 既传统又时尚 既能够看到穿着汉服的 俊男靓女翩翩走来 也能够一路赏花闻香 把春天框在眼睛里 留在脑海里 那当然了 福建人不光是顾着玩 这福建先民当花痴 却也没忘了正事 这不就把花驴跟农业生产 联系在了一起 这农民们读着花驴 盼着春雷 就等着开启新一年的耕种计划 你说啊 这不是巧了吗 今年的花招遇上了金折 隆隆隆 你听那一声声的春雷 不仅吹响了春耕忙碌的号角 更是经得百花开得更胜了 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 对生命的感悟 时至今日依然适用 花朵逢时而开 春雷如期而至 你还知道有哪些 关于花招金折的趣事吗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福字旁边六张口 女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我们下期再见 你也 cups一杯 就算了 你别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